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你這條分差感情線 什麼差的感情線 分差的感情線 代表你一定是嫁有錢人 嫁有錢人不一定要有分差感情線 是個豐華絕代萬人經驗的石榴 沒錯 如果你好像軟情單子 豐華絕代萬人經驗 都可以嫁過有錢人 軟仔在2004年已經很低調 嫁了給有過百億身家的玻璃大王黃奶羊 不過他沒有因為嫁了有錢人 就響響腳做少奶奶 反而不斷拍劇登台 我只是做兩件事 對 我一定做 我喜歡的事 我一定做 除了這兩件事 我什麼都不管 我喜歡做戲 我就做 我一天對著她做什麼 我對了這麼多時間 我做一天 你眼眶我眼 有什麼好看 老實說 大家是一個 好的呼體之道 是大家都需要空間的 大家都尊重大家生活的 我喜歡拍戲 我喜歡出去做事 就算你說我在香港 我不拍戲 我也要有朋友出去吃飯 打牌 你叫我每天去做這件事 每天去街 每天去街 每天去買東西 每天去吃飯 你都會悶的 那不如我拍戲吧 沒有味言的 老公 很開心 你快點離開 你不怕她出去 不會盯緊她 我從來不盯緊她 抱歉 我覺得 首先第一件事 人是會犯錯的 你遇到你老公出軌 是應該的 是的 誰不犯錯 做什麼 你綁 沒用的 你綁住她 我覺得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都有犯錯的空間 即是她現在出軌 你都會原諒她 沒問題 我不會 我會覺得 你這麼開放嗎 我真的很開放 我真的不知為何會這樣 我可能會很生病 我年輕就不會 我長大了 我學習了很多東西 譬如我 我何時學會所有的東西 我媽媽離開之後 我媽媽起床之後 告訴她想多睡一會 然後就死了 那我就明白一件事 如果這個世界 你不要告訴我 下一分鐘我想做什麼 我明天要怎樣學會怎樣 但是要怎樣 當然 我們有計劃 但在我們計劃當中 我們不要告訴自己 這件事一定可以發生 因為你下一秒 你連下一秒 你想吐一口氣 你也吐不了 即是你沒有辦法 去控制很多東西 那倒不如我們 再當下享受一下 自己可以享受的東西